某酸奶背后的团队是工会 多损啊 推出这么一个傻大个的女生 上来就夸垃圾的日系车好 那国产车这么些年发展得那么好 你们瞎吗 看不出来吗 明明可以用爱国正能量赚钱 非得用卖国赚钱 你看看现在给日本洗白的那些 你看看那些说日本正好那好的 无视这个造假的 但都是什么人呢 说他们是汉奸卖国的也有错吗 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 华众取宠 长粉丝了 有争议呢 就是直播间或者是评论区啊 作品评论区 支持他的有一部分 大部分都是反对他的 一有争议互相吵架 这不就有热度了吗 流量不就来了吗 然后长粉 然后接管告 是不是 还给韩戏车做管告 一个日本一个韩国 那就是美国的狗腿子 一个连主权都没有的国家 哪好啊 如果他们车那么好 那中国的消费者 一个一个老街了老猴了 中国的消费者 汽车客户 那简直都专家化了 竞争非常激烈 如果日系韩戏那么好 为什么这两年断崖式下滑 越来越少 已经占比日系加韩戏占比 加一起不超过30% 国产车占60%以上 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了 就日系车那垃圾东西 你怎么能说出的好呢 咋想的你 别总说以前的事 这帮人说话总说以前 你看看这几年的趋势 是不是越来越玩毒的这两家企业 还替他摇旗大喊替他说 还是那句话 明明能用爱国挣钱 为啥要用卖国赚钱呢 充当什么汉奸卖国人 真是的 哎 某酸奶就是个傀儡知道吗